一天 偷招我們的器用花菜手 點爆欸 GOGO 喔 摩點欸 GOGO 火球 看起來不錯的騎手 這個其實可以選街頭調查員 選元素好了 說實在 營火OP 火源門OP 火源門OP 我後面不用再選牌了 大概可以選這隻啦 喔 我覺得元素好像比較強 因為其實 我們不會想要放太多抽牌 我覺得元素好像很強欸 我們應該不用兩張炎爆吧 兩張炎爆不知道要幹嘛 幹 為什麼看起來這麼強啊 我可能應該選AOE 說實在 幹 這根本就是直傷法啦 再選爆炸元素會比較好 應該不用啦 我選炸彈科就好 再選冰窗裂片 搞不好有搞同 可是現在我們只有一張元素COMBO 而且我們元素牌其實還蠻多的 呃 獵巢 應該是麥迪文啦 其實搞不好可以選法商加熱 因為有兩個火球跟兩個火源門還有炎爆 幹 這副好靠杯喔 這副好強喔 幹 我還要選更多火塵元素 呵呵呵呵呵呵 三張火塵元素 好 解武器 啊 隕石 啊 解武器 啊 嘲諷 行 更多火塵元 其實我覺得不用更多火塵元 我們就選大航空就好 嚇 咳 容火鏡降 應該選火栽吧 火栽可以清點牆喔 更多 A.O.E 好強喔 應該拿嘲諷 拿沉默吧 原始刁文 呵呵呵呵呵 這要選哪一個 應該是偷蛋龜比較好 其實瘋怒 喔不好 瘋怒陰陣緣應該不好 偷蛋龜吧 編迷狂戰士 寒冰屏障 我們沒有任何秘密combo 秘密combo還有一張 我覺得還不如選一個無費手下 因為我覺得手下量其實有點不足 幹 這好強喔 呵呵呵呵 我們還是有可能被rush掉啊 其實因為沒有撞到AOE 但有這張算是AOE的 然後這張大概算是AOE 可能也會比較好 就是比 就是你前面就比較順 那你後面就不用再多拖一輪 然後下去比這兩個效益其實還蠻難講的 沒錯的話道路超水 我道路只有放一張啊 我沒收到道路也沒收到掌殺 OK 無費烈焰 幹 我覺得 這個 雕魂根本就壞掉了 但雕魂超 超 超強的啊 真的超靠杯欸 這根本就 不能處理啊 所以其實這裡敲臉應該是第一優先了 呵呵呵 這裡想辦法找傷害敲臉應該是第一優先了 因為我們基本上應該是直傷法 他做什麼我們大概都不用不用理他 嗯 我覺得應該都不用理他啊 說實在 他應該都不用理他了 幹 超chill的 呵呵 因為我們手上還有一張烈焰啊 所以 嗯 呵呵呵 呵呵 OK 他會敲進來嗎 這就是我希望他做的事 因為他這樣只能20滴了 呃 好 我們火塵員的確太多了一點 不過這裡我們就 我們就直接兩個都進去 然後下輪烈焰點掉然後這個撞臉 看他這裡會不會有大解牌啊 他可能會出一張大解牌 OK OK 18滴 OK 我們也有貓頭鷹嘛 所以神充貓頭鷹就贏了 呵呵呵 如果他沒有解的話 OK 穿料還不錯啊 蠻開心的 毒 OK 水元素 所以說 我們可以火球 點掉 然後 應該出這個 傷害比較多 所以應該出這個 沒有 因為他換進來的話 我這在撞臉其實也會贏 這樣子的話其實他 沉默然後再找一點傷害我也會輸 呵呵呵呵 感覺很貪 還蠻貪啊 確實蠻貪的 可是我們等一下可以拿這個開賽啊 貓頭鷹 哇 玩來一輪 這樣會爆牌嗎 不會 這樣會爆牌嗎 不會 OK 呵呵呵呵呵呵 喔這超靠杯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負牌組複製嘛喔 是可以啦 喔 喔 完全無恥啊 完全無恥啊 所以我們應該是營火 我們其實可以 直接 喔應該營火啦 然後錢幣火成炎 或是錢幣大紅瘋 或是錢幣大紅瘋 今天其實我沒買酒 所以應該沒辦法 呵呵呵 這樣的話我就拿 改拿錢幣水元素的節奏 這樣錢幣水元素可以把他英雄能力封起來 所以起來挺好的 幼瘋 什麼 這樣我們可以直接原始雕紋來 尊重幼瘋 這樣好嗎 我覺得直接水元素可能比較好 嗯我覺得直接水元素可能比較好 因為如果要尊重幼瘋的話 就是如果說我們原始雕紋到火球的話 我們這一輪也用不了 所以我們只能找 然後 彈兵劍跟那個 火焰噴泉 瘋怒 OK 這其實還好 因為我可以把他冰起來 這樣我覺得其實先冰起來 然後下變硬狂瘋是應該比較好 喔 開始難打了 到四勝就開始難打 哇他還是繼續在打節奏 兇兇的 欸我覺得其實可以掉完開賽 啊 隱私 這是個四費隱私 拿法力連結應該不會比較好 敲臉嗎 兇啊 我解 出這個這樣下輪這隻才會 所視 所以我們手上這邊是15點傷害 所以他其實只剩8滴 喔 變多了 OK 所以這樣子還是要點他 就是你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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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感到難打啊 哇其實可以出這張齁 嘖 可是他 他可能會扣這張啦 我不知道我覺得現在 哇操 難打到 到家 哈哈哈哈 我們要防背叛 不要這樣子擺 他有曬一張嘲諷 不過他只剩14滴啦 所以 他會被魅力 最後一張嘲諷 對 好 就要把我靠過 我能不能 我有 你 這張 然後還有一堆D費手下 我們來 稍微防個背叛 所以這樣子其實有點誘惑他用連接這4D 他連接4D之後我們其實就快贏了 但如果在擠手下的話我們應該是會贏 WUWulf 所以這裡很明顯我們一定要火球點臉 然後 接下來是隕石或者是 腐化屯姬者 腐化屯姬者 應該是比較有彈性 所以我們會把這隻送給他 然後這個應該要撞這個 然後點掉這隻 好 完美的10滴 背叛用在劇毒手下就兩邊都會死 這兄弟都來了 快打不贏了嗎 我來了 其實這裡多利一張牌還蠻有價值的 可是這應該是後期牌 就我們也不會想用第四輪下腐化屯積者 其實出這張其實 我不知道是不是出這張比較好 感覺現在會吃到那個 解牌了 其實這好像應該換掉 因為我不能用點來解這隻 反正這樣大概都會逼一個英雄能力吧 沒有 沒有 我應該不用主動換 因為他如果撞進來的話 我水元素撞進來就可以解了 然後這樣還是一樣是 想要逼他的英雄能力 沒有 哇 現在招演者沒有東西 下輪 下輪如果沒有進 有什麼下輪我不想進的 只有一張 只有火焰之界傳送門 只有一張 剩下都可以出 呵呵呵呵呵呵呵 手上的傷害已經到15了 我覺得可能應該要打得 激進一點 其實有點難講到底應該要 沈沒哪一張 可能沈沒這張會最好的說 那應該還是要點掉這張吧 我們還是要靠手下來推傷害 這張其實不錯 呵呵呵呵 我沒有兩張 喔 火球 那是一顆火球 你坦得住這7滴嗎 哇操 這好可怕 靜咒之火 喔 嘖 我覺得應該先開賽 兩顆炎爆 好 再一本書 多效嗎 幹 這好難打喔 我覺得應該要把 嘗試把這個解掉啦 兩顆炎爆至少要三輪才能做斬殺 有點過於困難 如果說這一輪我就可以把他壓到剩20滴的話 兩顆炎爆斬殺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想辦法做兩顆炎爆斬殺 我可能會想辦法做兩顆炎爆斬殺 好 這樣就慢慢打 這樣我們就慢慢打 呵呵呵呵 Oh my god 這什麼狀況啊 我覺得還是蠻有可能會死欸 他如果想要封怒我們還是有可能會死 不要封怒不要封怒 等一下應該是狂野火戰然後火源臉吧 哇操 我這樣會爆一張牌 所以我應該 我應該到底應該做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打場優欸 我覺得我應該打場優欸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打場優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打場優 哇操 這你敢信 我再出張會爆牌 我覺得我要死了欸 他只有八點場攻 我覺得我應該死了 火球 火球臉我就輸了 呵呵呵呵呵呵 他應該全臉吧 Oh my god GG啊 太多價值了 開兩本書太多價值了 喔 喔 我要拿一個 嘲諷 沒有嘲諷 沒有嘲諷 他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呢 還沒有 喔輸了 呵呵呵呵呵 職商太多 嘖 可能不應該那麽快開第二本書 嘖 不知道 呵呵呵 還是輸了 呵呵 不知道你被什麼東西玩爆啊 這裡打賊我其實有想流水元素 個字啦 哇唷 靈火 讚 呵呵呵呵呵 只有水元素的話 就是可以克制他的武器啦 就對 水元素對盜賈壓力很大 就對水元素對盜賊壓力很大 滿手元素開場 不過我們有三張火層炎啦 所以 哦! 匠斯出這張比較好 好像應該先出這張 好像應該先出這張 不知道 他這樣子有點逼我每輪都擠那個 擠英雄那一出來 有點討厭 我在想 像可能 這樣的play的話應該是下輪出損述比較舒服 看他這裡要不要用那個刀花 玩洛英 他不用刀花 他不用刀花我應該 我應該要擠損述 想辦法擠他 就讓他這把刀沒用 因為這個可能要留給刀毒 毒化武器 因為之後我每輪應該都可以擠英雄能力陪他玩 可是我想要優先下旋速 直接販子 他手上有一張刀花 我們可以沈沒販子啊 超靠北 沈沒應該還是要拿來過嘲諷 這純粹應該就負責一隻撞人就好 喔 解掉了 喔 沒有解 喔 沒有解你就頭大了 因為我要沈沒這隻了 他刀花還是要留在手上 所以這隻一定會死 嗯 第六輪呢 所以我們可以來 壓火焰元素 OK 這一輪出兩個二一的效益應該還蠻高的 因為他已經要 就是他 他如果要 呃 有效的結場的話 他應該是要把這隻幹掉嘛 就是他應該要優先把這隻幹掉 所以他刀 他可能是刀花 然後一二二撞這個 所以他這個二三只能吃到 其中一個的 的 價值 所以另外一個二一 跟這個一都會活下來 除非他有 神抽廢物刀刃之類的 仙傑野獸 OK 我 火焰之間傳送我們一模一樣的東西出來 呵呵呵 哇 他現在又先 剃掉這一隻嗎 舵滅 OK 炎坦4喔 炎坦4D還蠻豪邁的 這把武器我就收下了 這樣打應該還是不錯啦 呵呵呵 只是他如果三三換一二的話 其實我會有點不舒服 可是他如果三三換一二的話 代表我可以退練五滴 喔 喔 呵呵呵 假設我出這個 然後 撞這個 燒 然後 點 這就過了 給我出這個 對啊這個還會有 這剩二二 其實可以撞進去然後再出一個一二 這樣的壞處是我們還是沒有建立大黃蜂 呵呵 不過這樣的好處是我們更晚開輸 越晚開輸通常越好 然後我們要注意等一下 那如果火箭還在的話開輸他會燒 喔他要翻刀了嗎 沒有翻刀 先解火箭 我們就先開輸 好 呵呵呵 這樣的話下輪 二二進然後火球點就贏了 OK 解掉這隻嗎 解不掉啊 GG啊 呵呵 我們又進一張火球 是進的還是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呵呵呵 好我們來開一個原始雕丸看看 喔 啊 喔不能 不能BM 呵呵 喔 剩起來了 幹 換掉火球超糗的 呵呵 那應該還可以吧 喔 喔這樣就是 直接B站 這樣他應該不敢壓英雄能力 喔 這樣應該也是先建立長六啦 喔 封印住他的英雄能力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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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可惡 不解這隻嗎? 應該還是要加減解一下吧 不解嗎? 不解就沒機會啊 對啊還是要解一下 噢 晚了一輪 這裡我們先下大黃蜂 其實這樣的話 那 這樣的話第六輪會飄 應該會飄一顆水晶 就第六輪可能是這樣這樣 喔要下秘密了 OK逃命關頭跟救贖 場攻已經是8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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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喔是逃命關頭 我忘記還有救贖了 呵呵呵呵 我忘記還有救贖了 有點危險 哇操 冰凍粉碎者 我要主動撞嗎 我想一下 八成是贏了啦 可是也只有八成而已 他如果省抽騎龍的話還是不問題 他主動撞嗎 主動撞的話他會被冰槍 還是主動撞好了 這個禁聯應該會贏啊 軟泥缸不留 應該不是 重點吧 這可以省一張 他會死 還是不要 就好 直接這樣就好 敢這樣有點爽誒說實在 他剛那樣打對嗎 那樣打有點怪怪的 咳咳 咳咳 GG喔 咳咳 咳咳 怒十二勝 我覺得十二勝現在是開不到傳說啦 啊 PC真是小氣 呵呵呵 傳說嗎 咳咳 喔對一定是這個卡包 呵呵 卡有點不行 我們要不要開始留這個卡包啦 喔這是大亂鬥卡包 我們一看 還是開一下好了 其實這個卡包開起來有點像那個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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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撞歐